路加福音二章十九二十节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存有保护捍卫珍藏的意思 而反复思想就是意思说认真的考虑思索 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 就是表示不停的思想 玛利亚已经从天使和牧羊人那里 听到关于他儿子的伟大信息 他不是听一听就过去了 他听了之后就把这一切的事 珍藏保护在心里 随着耶稣的生命成长 玛利亚看到耶稣成就应许的行为 就会将他与他所知道的应许 不断地相对照 认真的思考 当我们默想圣经所说的话 也将圣经的话语和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相对照应时 我们的信心就会得坚固 我们也会受到激励 而常常思想默想神的话 这是明白神旨意 住在主里面的秘诀 当牧羊人看到天使 玉仙所说的事 已经成就的时候 就归荣耀与神 赞美神 归荣耀和赞美神 是一体两面的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诗篇说 凡以感谢献上为基的 便是荣耀我 当人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时 自然就会赞美神 今天为什么我们缺乏赞美神的心呢 是不是我们已经太久 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了呢 另外 归荣耀和赞美神 原文的时代都是现在分词 表明牧羊人在回家的路上 是一面走一面不断的赞美神 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在赞美神呢 大卫一天要七次赞美神 诗篇也说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神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 为居所 哪里有赞美 哪里就有神的同在